民進度不算 綠營派系大集合全代會地方父母官 提名人合體小英大造勢 提出最強的候選人 就是要贏得人民最大的支持 2022拼勝選 前副總統陳建仁更首度以黨員身份出席 但現場怎麼找 就是找不到被視為2024储君的賴清德 我們當然盡量努力爭取黨代表的支持 民進黨基本上還是合一制 很難說少數一兩個席次就可以決定什麼事情 賴清德沒到場 讓子弟兵不敢懈怠 搶著進入中央核心體系 互主心切 畢竟2024不能再有差錯 因為前有陳建仁出乎意料加入民進黨 然後由小英南臺鄭文燦 會貪心影響2024嗎 陸總統今天沒有跟賴清德同臺嗎 總統支持賴清德選2024嗎 三個人問題都聽到了 表面上的沒回應可能是在掩蓋背地裡的 鴨子滑水 後小英時代賴清要更上一層樓 要攘外 避險安內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記得我的字幕 刷入陷害 有嗎